同样很夸张是新竹街头出现这么一个暴冲场面 小轿车这绿灯一辆瞬间的往后暴冲 猛烈撞上后方的车辆 随即还猛踩油门逃逸 整个过程都被拍下来 不过警方原本还以为是一名所谓暴冲哥 没有想到发现这闯祸的驾驶 竟然是一名78岁的老妇人 前面车台啊 干嘛 猛烈的一撞车身一阵摇晃 女子吓得尖叫还来不及反应 闯过了这台银色轿车就加速转弯 一转到街口又紧急刹车 停了一会儿又猛催油门加速逃逸 再仔细看一次 绿灯一亮前面这辆轿车先是顿了一下 缓缓向前 没想到瞬间突然倒车冲撞 连一旁的货车也看傻眼 就停了五秒叫车驾驶又往前爆冲 来个大左转一会儿急刹车 两秒之后又再爆冲 那时候车辆爆冲 那情急之下他打 他要打倒车挡倒车啦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 直接就往后 车辆就直接往后冲 出事的地点是在新竹的公道五路上 事后警方根据车牌找来涉嫌闯祸的驾驶 既然是一位78岁的老阿嬷 变称没有酒驾 也没有精神不佳 当时是车子 出现异常 只是为何要肇事逃逸 老阿嬷没有解释 但这位暴冲骂 街头暴冲记录 已经吓坏路人 记者和孟倩阿布斯新竹采访报道